我們來看看這兩題算是 24除以15乘以2 跟24除以括號15乘以2 24除以15 我們說過除以一個整數相當於乘以整數分之1 有時候利用這個方法可以讓我們先進行約分 把數字變小會變得更容易算 我看看這一題 除以15我可以寫成乘以15分之1 所以這一個算是 我可以寫成24乘以15分之1 再乘以2 15跟24我們可以用3來約分 分母變為5 分子約分之後成為8 8乘以2 等於16 分母5 沒有東西跟它乘 就還是5 所以答案就是5分之16 也就是3又5分之1 而這一題 而這一題 24除以15 乘以2的括號 我可以先把括號裡的算出來 就是24除以30 那這個寫成分數 那這個寫成分數 就是30分之24 這個數 我們可以用3來約分 約分成為 10分之8 10跟8都是偶數 5 我可以再用2約分變成5分之4 所以這一題的答案是5分之4 當然 我們從前也學過 如果括號前面是除號的話 我可以把括號拿掉 但是括號裡面的符號要變號 乘號要變成除號 除號要變成乘號 所以這個算式我可以寫成24除以15 再除以2 除以整數 等於乘以整數分之1 等於24 乘以15分之1 再乘以2分之1 同樣的 這可以讓我們先約分 簡化計算過程 24跟15用3約分 分母變5 24則變為8 8又可以再跟2約分 分母變1 8變為4 乘出來的結果 一樣是5分之4 當然這個 我們可以用比較簡化的方式來列它 我可以把這看成一個整數 那我就可以寫成24 是乘以15乘以2分之1 我把15乘以2看成一個整數擺在分母 那約分的方法跟前面一樣 用3來約分 15變為5 24變為8 2跟8再約分 2變為1 8變為4 那乘出來答案的結果 一樣是5分之4 那各位同學 熟悉這種計算的方式 可以增加你計算的速度 那各位同學 要多練幾題 讓自己熟練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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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